你是先给黄教练跪了吗 不是 不是 迷之自信是吗 不是 陈宁凡来了 要胆子吗 要胆子吗 黄教练不是迷之自信 就是他就是很自信 他的性格就是很黄子涛 他那天在过生日的时候 跟我们说了一句话 他说他从海外回来 受到了很多外界的影响 导致他自己很不自信 比如说他回来的一些机场 他的粉丝在拍他 但是旁边人就问 这谁呀这谁呀 他就心里感到很不爽 然后他就为了改变这一点呢 一直在努力 然后努力发现也没有什么用 就还是很不爽 后面呢 他上了一档节目 他没想到就火了 他上的那档节目 让他受到了军事化的管理 让他整个人身心啊思想啊 都受到了不一样的变化 他就变得特别的自信 他变成了一个新的 华子涛 华子涛